湾里警方接到了红横山庄小区业住王英家被盗的报警 我出差了 我老婆们在家里 然后他大概九点钟钟进来 进来就发现那个窗子开的 然后所有的敲铁全打开了 一起入市到家 价值五万多元 然后我通过进一步的比对 比对到了我们进开去新国路上 也是一起入市到家 价值一万多元 短短几天的事件 有接连发生了两起尸气案件 警方立即抽掉警力展开侦查 周边小区巡视的一些可疑车 晾到雷烟的情况 结果发现在被盗的数前几天 都会出现一个类似的 一个披着雨衣 骑着电动车 进入案发现场 都在林郑市场进出这一个嫌疑对象 更为可疑的是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案发前几天 碗里天气以晴天为主 根本不存在夜间出行 需要穿雨衣的情况 怎么会穿雨衣呢 所以我们觉得奇怪 然后我们再又经过 进行仔细地甄别 发现这个雨衣 是不是有意地在刻意地 什么遮拦车里的一些什么物品 感谢您的感觉